人和人之间存在一种磁场,有些相惜,有些僵侍,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,即使你春光烈焰,他也不一定春风拂面,换来的,或许是冰刀双剑,付出与回报,没有完全的对等。 一些人,不管你带他如何,也不管你身居何外,他都不歧视,不谄媚,已平常先带你,另一些人,你向他笑,他还你一笑,你瞪眼,他朝你皱眉,还有一种人,他的眼里吹目和仰视你的地位,一旦你繁华落尽,他会与你拉远距离,人的失落莫过于,千千万万人当中,独自迎风而立, 身旁空无一人,眼里繁华三千,内心寂寞万丈,不必将每个人都放在心里,倾心已重,也许是间唯有一个人,当你忍受寒冷的时候,他的心里也在结冰,这个人,值得你呵护,并虔诚地在心底供一奉,在乎你的人,你太多的重量会变成一种负累,累了别人,也苦了自己,不在乎你的人,能随时握手掩护, 也能随时撤离,别人眼里的你的幸福,不一定是你的幸福,别人眼里的痛苦,也不一定是你的痛苦,因此,无论世界表象多么欢腾,都要保持一颗独立的心,来感知世界的温度,靠山上会倒,靠墙墙会塌,别人离开了,你的世界就立即开辟,把别人当作你的全部, 最终伤了自己的心,有时候,你对他人的期待,本质上就是一种虚索,这种虚索不满足,就会痛苦,纠缠在痛苦里,容易迷失自己,无需刻意去讨好一个人,点起脚尖去够一些东西,勉强够着的,或许不是荆棘,就是吉利, 在城市去浮太久,就有了太多的周旋和口誓心扉,但由光正亮的只是体能和表象,自我的灵魂却日渐萎缩了,刻意逢迎,不如封建自己,让先在外来俱进时,触摸灵魂的生意,在飘顾而逝的生命里,想要寻到由衷的快乐,首先得让自己成为自己,简单的人,有大风景,复杂的人,有大疲惫, 人生中的很多欲望,到头来会发现,原来都是一些负类,等你懂得回头,但那些失去的美,却再也找不回,你只有一个世界,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眼光,等于攻守将世界降给他人,自己空无一物,三星繁华,弹指刹那,人总要为自己活一次,你的世界,不必每个人都参与,你的国,你是我, 人潮汹涌,你就不必随波逐流,与人交往,不可太远,太远良保,也不可太近,太近扎人,合适的距离是,既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,但又不会太过热络肤浅,一个人活到好不好看,在于活着的姿态舒服不舒服,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,透过光阴的长度,来看生命之厚重,缘由签名,一切自有定数,在无聊的时光里,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,生命,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,青春是一场交付,开怀的忧伤,漂亮的骆驼,在欢笑和哭泣里,交出了智能,迷茫和懵懂, 披胡言语,岁月山河,坎坎坷的路,苛坷伴伴的走,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,成长是一场交付,交出少年的孱弱和交柔,历经结束,长遍百味人生,换的简洁,干练,说是就是,说走就走的魄力和感虑,无数次的摔倒和几百个烂伤,充盈了与时光想和,随心锋漫舞的一曲, 爱情是一场交付,人潮人海中擦肩时占放的花朵,要两人再也帮不下,那是一场伤心动骨,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,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,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,时光轰软老去,生活是一场交付,曾拍爬高山,也深浅海沟,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,交出了狂备,潇洒,不羁和自由, 多了一些豁达,迎刃和从容,在云淡风轻,细水潮流的日常里,仰望星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观看